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中国新闻社记者孙恒业 现在我正在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 这里将进行为期三天的消杀工作 将会有工作人员进入里边 对里边的存的货物进行处理 并进行一个深度的消杀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工作人员 已经在这里准备进入里边开展工作了 按照计划 这次消杀工作首先会对华南海鲜市场外围进行消杀 然后进入店铺内对囤积的货物进行彻底的消杀处理 华南海鲜市场最初被认为是这次疫情的发源地 但随着调查深入 有研究称华南海鲜市场并不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发源地 但这里还是具有很大的隐患 希望这次消杀工作能够早日彻底完成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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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确诊病例治愈力看 截至3月3日 不断提高治愈率 降低病亡率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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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增加 men 通过网上咨询的方式 与病人进行一些交流 不断地优化我们的这种心理危机干预的方式 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及时得到心理的救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